班展典禮,今天上午9點鐘在省東資料館 省東市主席謝忠明,登記班展局提行功能大臣多單位 縣基部分第一名屏東縣,第二名臺東縣,第三名臺南縣,市基部分第一名臺東市 平地鄉鎮第一名屏東縣、潮州縣獎金7萬元,山地鄉第一名臺東縣、海關縣獎金5萬元 這個時,對地方政府推進工人造產,年年進步的成果,表示加年 他並且希望各頓市繼續努力,做到地盡其利,為地方創造更多的財富 受到表揚的G.A.縣市長,並分別報告了推進工人造產的成果 工人造產,正是重要的一環,而工人造產的成果,就是製造地方財富,增加地方建設 在以工人造產、基金、貸款、進展的綜合市場,開發觀光事業、海濱異常 以山坡地種植、森林、芒果、以及造林 平東縣在省縣道路兩旁種植的植子樹,每年每一棵可以收益1000元 另外,由台東縣、牧場養牛、牧場養牛、牧場養牛 都已經建立了很好的造產成果 工人造成果